谢谢 帮助弱失和病苦 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应该有的行为 那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 就是以救济癌症病人的痛苦 为优先 为目标 那我们也很感谢 从我们设立开始 大幼健康企业就一直赞助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防射器具 乃至于今天 又为了我们新开的头颈癌病友的照顾 提供我们调理机 还有大多生态 那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帮助头颈癌病人 在进食的时候 能够更方便 得到更多的营养 那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生机 和更多的勇气 去迎接病毒的挑战 首先大家猜一看 所有的癌症当中 哪一个癌是你的眼睛看出来的 恐怕答案只有一个头颈癌 因为头颈癌就直接会影响到外观 那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癌疑是其实最受苦的一个癌病 那首先要让大家知道 严重性有多大呢 它是我们国人时代癌症死亡原因的第六名 那如果患患成男生的话 为什么 因为男生的发现比女生高很多 是第四名哦 40岁到60岁左右的状年 正在养家活口的时候 罹患这样的癌病 这也是为什么 它是我们台湾的癌病当中 自杀率第一名的癌病 那各位直接想到 在台湾这个头颈癌 特别是口浆癌的发生率很高 那大部分是假膜跟舌头的癌病 那这两个癌的直接想到 就是吃东西怎么办了 对不对 那如果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吃 那在他离癌症就问题就大了 所以怎么帮助他们可以透过好的营养 帮他们把这个健康拱护起来就非常重要 因此癌症公开基因会在这个疫情前 我们就开办了这个头颈癌的饮食指导专班 那完全免费的希望帮助他们能够 找到该怎么样健康 去找回自信 重新拥抱人生 那我们之前的课程办的也相当成功 很高兴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陪伴了一群头颈癌的癌症 一起走过他们的抗癌历程 九年前我们成立自己的衣服装班的时候 在他们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 第一个他们的治疗过程 一定会造成颜面的损伤 不管是手术放花鸟 其实他们的口腔主角能力 摄取能力一定都受到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他们的食物的吞咽能力 主角能力受到影响的时候 直接影响的就是我对食物的选择 然后我的营养状态能不能保持得很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好的营养状态就是 抗癌的最佳武器 可是对这一个族群头颈癌的患者来讲 他怎么样从原本正常饮食 要变换成为软质饮食 溜质饮食 他能够从这样的饮食 形态的改变 或者能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的 而且事实上 因为他们这个疾病 其实我们要知道 他们的育后其实不是很好 他们会有一时反复的互发 然后不同接受 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所以他们是一个阶段里面 他也是要面临他们的挑战 之前我遇到了大概八九年前 曾经跟我们一起相似 一件头颈癌 他很高兴的跟我打招呼 说老师我们都还很安好 然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特别讲了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他说老师你知道吗 当初我离癌的时候 我跟女儿才幼稚园大班 一直到今天我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对抗这个疾病 今年我们也有一个大学疾病 我听到好感动 因为他是非常正向的 去对待这个疾病 去抵抗这个疾病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基金会也出益了 实力了 帮助他们在营养的摄取上面 提供有足够的营养的武器 来对抗这个疾病 然后看到他们这样子 都还是很健康的 度过的每一天 然后他们也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 对我来讲 其实是很大的不悟跟成就 其实我们崔华智英长也有提到 就是脱进癌 现在已经 年龄层级是越来越低了 跟饮食的习惯 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可能除了 烟酒病的坏习惯以外 还有就是可能吃油炸的食物 或者是吃一些 比较高分的食物 都会造成的脱进癌 我们也希望透过捐赠 然后更多的曝光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脱进癌这件事情 它是可以有效被预防或降低的 只要透过良好的饮食习惯 然后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多吃蔬菜 然后少吃高油高热量 或者是一些过烫油炸的这些东西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扣进来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如何有效预防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降低 这个排便的发生率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留言按赞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上片通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